画面上是一群热爱打桌球的退休人士 来到仁爱市场楼上的博爱李明会堂 进行星光杯桌球赛 基隆在地的桌球团体 与来自新北 宜兰 新竹竹东等县市队伍 以求会友一起推广运动的好处 热爱运动的市政府民政处处长张渊祥 也前来共襄盛举 是在几年前担任议员的时候 我们在议会有桌球的运动 就那时候就在那边开始学习桌球 其实桌球这个运动真的是非常好 有人说从小打到老 绝对不会受伤 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桌球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内的活动 又方便 然后成本又低 然后其实以求会友 今天有各个县市像宜兰 花莲 都来基隆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在还没有退休以前 在卫生局的时候 我就常常会有打球 现在是因为先生喜欢打球 我就跟着他打 因为他有这个兴趣 然后球友也都有这个兴趣 我就开始就投进去了 运动很棒 真的这个球球是非常 对年纪大 尤其对基隆来讲 因为基隆常常下雨 这是一个室内的球赛 然后他们不在意 都不在意计那个分数 最主要是要运动 透过在地的李明会堂或活动中心 大家尽情挥洒汗水 民政处表示 市府也提出追加预算 将积极推广 让运动再地化 那我们希望在下半年度 有机会的话 除了现有的这个活动以外 我们会规划几座 室内的健身中心 希望每一个基隆市的市民 在这个下雨天 或者平常的时候 都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 而且会把这个运动 变得更专业 而且更符合 我们基隆市民的需求 这个比赛场地 博爱李明会堂的楼下 就是有着多元美食的人爱市场 大家切磋球技之外 也就近享用基隆美食 让来自其他县市的球友们 对基隆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黄日升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